好那么继续呢就要带您看到了 这个是电影当中哦 那个变形金刚不是车开一开就突然飞起来吗 荷兰真的研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技术 就是车子呢可以突然间变成飞行车 而且只要10分钟它就可以变身成功哦 这样的一辆飞行车呢就是路空两用 一部车要加1250万元新台币 想要开它上路呢你要有两种驾照 你要有飞行执照以及汽车驾照 升起螺旋桨 发动引擎 全力加速后在陆地奔驰的车子 转眼变成翱翔天际的死人专机 这是由荷兰厂商开发的 全世界第一台飞行车PEL-V 这款双人座的混合动力车 从车子变成飞机只要10分钟的时间 每台要价30万欧元相当于1250万台币 但如果想要驾车上路 就必须同时拥有汽车驾照和飞行执照 而美国也推出第二代的太阳能飞机 Solar Impulse 2 最高时速有140公里 可以连续飞行五天不用休息 目前只供飞行员驾驶 Solar Impulse 2将在明年3月展开环球之旅 预计在20天内完成任务 全程以太阳能为燃料 将会是有史以来最环保的环球旅程